剛好我也要請教一下我們的組合議員 關於這個柯文哲最新的戰略的問題 就是他從昨天開始 我們看到他已經對空名槍了 看起來也是對國民黨也發動攻勢了 他昨天先提到民進黨執政出現弊案 但國民黨的立委批評的力道卻很弱 因為民進黨吃肉 國民黨多少可以分到了骨頭啃 藍綠應該是共犯結構 他也說是一家親啊 而所以台灣一直不會好 只有跳脫藍綠的政治結構 才能和台灣來帶來改變 換句話說他的意思就是說 一個吃肉一個啃骨頭 已經變成了藍綠根本一家親 打藍到底是不是走錯路了呢 也包含他去嘲笑這個 趙少康說什麼事 原來是趙侯配啊 趙侯康也很生氣啊 他就說如果你把趙侯配 用台語唸的話跟眾侯沒有兩樣 那身為一個台大教授醫生 你講這樣的話真的有夠囉 很低俗一點教授醫生的樣子都沒有 我會自己管好自己 不用侯友誼管我 難道柯文哲要管吳欣營 黃珊珊還有陳志翰嗎 柯文哲你是殉導主任嗎 管好你自己啦 打藍的這一步是不是下錯期了呢 我之前有寫過一個臉書 就是民眾黨裡面的鷹派 或者是鷹派的幕僚 他們可能搞錯他們的敵人對象了 因為現在民眾黨的選票 民調之所以會大幅下降 第一個當然藍營的歸對了 這是一個 但那本來就是藍營的 他只是之前可能 對侯友誼有一點疑問或之前覺得說 藍白有機會合啊 所以他在接起電話的時候 他也覺得他可以認同柯文哲 可是他就是藍營的認同者 那這些人他現在因為覺得 趙紹康 侯友誼加韓國瑜這個搭檔 已經可以代表他們發聲了 而且可以激起他們強烈的認同感 所以他們回家了 我們並沒有去搶他家的東西 我們只是讓自己家人回來的是第一點 那現在民進這個民眾黨跟民進黨 最大票源的重疊地方是在年輕選票 過去這個是蔡英文的選票 可是現在賴清德是完全得不到年輕人的認同 那賴清德想要把這些民調再次提高 當然就是要從柯文哲那邊 把年輕選票挖回來嘛 這也是他找蕭美琴搭檔的原因 因為我自己沒有魅力 我知道找一個有魅力的這個副手喔 所以柯跟他的幕僚傻傻的分不清楚 現在在寄予你的本命票的人是誰 是民進黨啊 國民黨也一直很想徵請年輕選票 但是國民黨在年輕選票這一部分 目前確實是比較弱勢比較吃虧一點 但你看賴清德現在所做耶 包括去跟網紅 又去學蔡英文當時那一套 去上網紅的節目 然後開始一天到晚貓貓狗狗的 其實這都是在瞄準柯文哲 他不是在瞄準侯友誼耶 所以這個時候為什麼 柯文哲還是把描向國民黨 我實在是分不清楚 雖然他藍綠都打 可是你藍綠都打的結果 你就是分散你的炮火嘛 民眾黨是小黨 他一張嘴怎麼可能全方位 無差別的攻擊呢 所以我有時候非常懷疑 民眾黨裡面的幕僚 是不是有民進黨的臥底 不斷的跟柯文哲講說 我告訴你 你就是要打國民黨才有票啊什麼的 我覺得柯市長可能要好好自己 去過濾一下民眾黨裡面的人 他到底是為了民眾黨 還是為了民進黨 藍白相殺絕對是圖綠這個民進黨 那我們其實一直都在人坦白說 我那天在這個士林捷運站 在拜票的時候晚上 那就有一個棄質姐姐 棄質姐姐很溫柔很可愛 很有棄質的一個 大概三四十歲的 他就是柯市長的支持者 他就來跟我講說 你不要再罵柯文哲了啦 你在罵他 我們那邊的這個電台 都一直說你在罵他 那我們有一些人想要支持你的 可是也覺得你一直在罵柯文哲 你不要罵柯文哲了 我說我沒有罵他 我們從來都是回應而已 他如果不罵國民黨的話 國民黨絕對現在是想要 跟柯市長保持友好關係的 但是我不知道說柯市長為什麼 一下子他說 藍白不合作也要和平 大家記不記得 這是他25號以後登記說的 當時我是第一個呼應 而且第一個受訪的時候認同他 我說對 我們沒有合作也要和平 而且我一直在節目上都說 兩個挑戰者彼此相殺 沒有異議我們要挑戰的是衛冕者 我們要變成第一名就是要去追過 那個第一名不是二三名互相在扯你的腿 把你扮倒 把你扮倒了你也不見得就是第一名 你還是第二名 對 所以我們要看的瞄準的對象 一直都是跑在前面的賴清德 那這個部分我不知道說民眾黨裡面就我知道 民眾黨裡面現在也分成兩派 有在地方選舉的人跟在中央只要出一張嘴的人 態度是不一樣的 在地方選舉的人哪怕你去問邱承遠 賴香玲 這個蔡壁如 李友宜 陳婉慧你去問他們 他們每一個人都希望藍白要和氣 他每一個人都希望 但是他們也都搞不清楚 黨中央到底現在誰在做主要鷹派 哪怕是張祈凱老師 我昨天跟他在同台的時候 我們在下節目我們在聊天 我說為什麼你們一直說要翻頁 有一些人一直說要翻頁 但是就會有一些人再把它翻回來 翻頁又翻回來 所以就會搞得柯主席 一直在糾結在那個情境裡面 我當然知道說他要鞏固他的基本盤 他要塑造藍綠都是垃圾 藍綠都是壞人 所以你們要相信我們柯文哲 但是你把你的群眾搞得藍綠都討厭 但你同時也讓藍綠的支持者 都討厭你柯文哲啊 不是嗎 我算過了耶 現在可能台灣民眾柯文哲 假設有2乘5的支持度 但是他這麼激烈的去操作的情況下 是有7乘5是討厭柯文哲的耶 所以之前有一個民調 就是柯文哲現在是變成最受討厭的 這個三組總統候選裡面 討厭度最高的 為什麼 因為你在操作你的支持者 要討厭藍綠 罵藍綠 同時你也在激怒藍綠的支持者 要討厭你柯文哲啊 所以這樣會讓你走不出去 之前柯市長之所以民調會一直攀升 甚至就是把藍綠的支持者吸過去 是因為他成功那個時候掌握了節奏 就是要全力打民進黨 他自己第一時間的時候 他還清醒的時候他也說了 他要成為在野最強共主 要全力打賴清德 大家如果還記得那時候登記完 他就說有一篇報導說民眾黨現在的策略 第一個要談國政 第二個要成為在野最強共主 全力這個監督賴清德 這兩個目前都沒有達到啊 他沒有拋出新的國政 然後他也沒有全力在打賴清德啊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在開玩笑 跟他們民眾黨的人私下說 他要成為在野最強共主之前 他要先成為在家最強共主 也就是把他們家裡面的言論稍微統一一下 你到底要打誰 之前大家記不記得藍綠藍白一破局的時候 媒體就來問我們說 你們國民黨是不是要全面開戰 要無差別攻擊 綠白都要打 那時候我就一直說不會啊 國民黨沒有那麼厲害啦 可以全方位攻擊 國民黨只要主打民進黨 我們就已經要全黨一致了 因為民進黨掌握執政權 結果現在變成是民眾黨要無差別攻擊 360度開槍 你360度開槍你到時候沒有盟友 你民眾黨一個盟友都沒有 那最近柯主席一直在講說 民眾黨的裁員出現狀況 然後已經快要破產等等了 其實就很多藍綠藍支持者說 所以你當時真的空手套白狼 你的財務狀況就出問題了 可是你要逼猴友以讓你當政的 變成說奪捨國民黨 然後把國民黨整個吃下來 變成我們要全力去幫你輔選總統 這個時候很多藍綠藍支持者突然去人說 你當年打的是這個主意啊 原來民眾黨的財務問題是岌岌可危 但是他覺得他憑他一個人 就要吃掉整個國民黨 要奉他為主奉他為政 那這個其實對藍綠藍支持者 現在聽起來都很不舒服 我要跟大家講 柯主席有一點講的是對的 他說很多本來支持他的企業主 在藍白沒有核以後 都變成改成口頭之祝福 這個是他講的是對的 為什麼他確實是在談藍白河的過程 甚至之前他跟黃珊珊到處在敗會金主 所以他不是不需要財團喔 他都敗會過了喔 因為我們有一些認識的老闆 就都被敗會過了 那確實很多人擔心明年不能下架民進黨 所以都會跟侯跟柯都講 藍白河我們就願意捐 不是只有跟柯講也跟侯講 因為他們要捐的是會贏的那一組 就像那時候地方人士有一些挺郭的也說 不會贏他們就不支持 大家都是這個樣子啦 不管是捐錢或出力都是一種投資 擔心都是因為擔心這個民進黨繼續執政 所以大家都只想支持會贏的那一組 那現在也不只是侯友宜 不只柯文哲很多捐款收手了 其實國民黨有很多捐款也收手了 因為就是藍白沒有核嘛 藍白沒有核企業主就是繼續觀望嘛 看到底有沒有機會贏啊 所以這一次今天朱立倫來說 我們在打一個史上最拮据的總統大選 那坦白說侯友宜真的打得很省 為什麼他每一場造勢活動 基本上都是我們小雞辦的 因為我們小雞本來自己也要選也要辦嘛 那他只要來站台而已 原則上他是他們總統辦公室 是不需要花錢的 那看板也都是我們自己做的 就是我們自己跟侯友宜合體自己做 這也不會是總統辦公室花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 其實我們私下一直有透過 民眾黨的朋友跟民眾黨講 所謂選舉要花20億30億 那是只加立委選舉 但是你要我們一起相挺 那都是國民黨的小雞嘛 那你不能一直在罵我們嘛 你又說要幫我們站台 你又說要罵我們 現在沒有國民黨的小雞想要找柯市長站台啊 因為藍寧的支持者 就會先罵死國民黨的小雞說你幹嘛要找他 他一天到晚在罵你 然後他的支持者也覺得很錯亂 就是阿伯一天到晚在罵你 怎麼又跑去幫他們站台 所以我想我建議柯主席啦 真的要想清楚就是你的對手是誰 你在這場選戰裡面 你要讓民眾黨繼續走下去 不是靠奇蹟 也不是靠什麼兩顆子彈 他接受專訪說在等待一個 改變政局的大事件 我嚇死了 他舉周子瑜跟兩顆子彈 那都是民進黨操作出來的 你在等這個還是你要重新搞一個老鼠尾 我覺得嚇死人了 真的不要去想這種事情 但你要開始想怎麼樣讓民眾黨走過2024 還可以繼續走下去 就是你的年輕選票不要被賴清德挖回去了 你這時候一直在像恐怖情人一樣 compare國民黨 你在把國民黨打成說藍綠都是垃圾 沒有意義啊 那你曾經跟垃圾要簽過六點協議 你曾經稱讚過國民黨這個垃圾黨的 馬英九總統說要全民調說得好 我要邀請他當見證人 當你說藍綠都是垃圾 然後你又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代表你曾經想要跟垃圾相處過啊 那這個我覺得是沒有需要這個樣子 不要說要和的時候就是一個樣子 然後分手的時候又是一個樣子 國民黨真的已經翻頁走過去了 包括林涛在內 上上禮拜我們黨內就已經決定 然後就跟他講你不要再罵了 然後他就說他就在我旁邊 他就說到這個禮拜天為止 到這個禮拜天為止 他就不會再罵了 我們其實有在自治啊 因為我們大家都在選舉都知道 選舉以何為貴 選舉只能有一個敵人 你不能到處塑造敵人 我們也感謝關於朋友我們的斗內 楊鋒的斗內說 難怪網友說要投科的之前 都是挺菜的那一批 觀察都是這同一種風格 科的黨本來就很多是哥布林群 也感謝陳參耀的斗內 打藍綠的好處就是媒體會一直報導 他曝光度這件事情是他們心裡面的盤算 免費的宣傳就是他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感謝我們跟朋友不同的斗內意見分享 我想請問漢婷 昨天讓我有一個我們特別主播精選 我瞠目結舌的部分 是吳欣盈這樣做真的有在加分嗎 因為我們原本以為他昨天早上的時候 面對媒體他已經不受訪了 大家問他心情好不好 他只比了一個OK 然後車就開走了 想不到他在昨天接受聯合的專訪的時候 他的這個氣還在啊 被問到說有人對於應該你要拿出 你那個證明的那張紙 他說他應該是講台語啦 我不知道是講列曲蝦米郎還是怎麼樣 他是講台語說你是什麼人 我的BOSS是中選會 還有被貼公主標籤是否介意 要怎麼樣貼我標是別人的心態問題 好當然他現在積極的要跑去這個 去洗掉他這樣的一個標籤話 或者他根本不在意這樣的標籤 可是我想問的是 頻頻的發生這樣的事情 真的能夠幫他圈到更多一文層的粉嗎 還是他才是民眾黨敗票的那個大BOSS呢 真的不OK 就是至少兩句話真的不OK 第一個就是美國其實說 他是跟美國政府支持 當然不是嘛 因為你是副總統 所以這當然是全民的事情 那再來第二個 就是直接嗆記者說 你是什麼人 他的BOSS是中選會 這也很不OK 你的BOSS是人民嘛 是人民把選票給你 不是中選會把選票給你 所以這兩句話都是大失言 其他的部分還可以講說 年輕人確實是很喜歡他的獨立 嗆辣的這一套 可是在台灣社會 畢竟有很多人是比較保守的 或者如果想要爭取長輩的選票的話 那長輩們不是會這麼喜歡這個風格 第二個就是 至少都不能夠得罪媒體 你即便知道說這個媒體來意不善 但人家也只是一份工作 他就是傳達長官的一個問題 應該怎麼樣呢 你應該是在回答的過程當中 你要去嗆民進黨 對吧 你應該是去嗆說 那民進黨誰誰誰有本事就舉證 不然他都退選啊 或民進黨 不需要挑撥離間 民進黨參選的時候 有問過他家爸媽嗎 這樣子 就比如先前媒體也是拿著 什麼趙少康 是趙子龍啊 或者侯友宜是傀儡 然後去做挑撥離間的詢問 趙少康當時直接怎麼說呢 就是說賴清德民進黨 他圈的鬼扯 對吧 那他也不是去罵記者 他就是你反過去罵民進黨 因為記者也不過就是在 傳達民進黨的話 來給你殺 並不是記者本人要殺你 所以這都是在從政當中 真的是政壇新手 所以比較沒有注意到 這些跟媒體的 應對進退的方面 都是他要去加強的 那再來呢 關鍵是第三個 就是如果呢 他本來也就是這種 比較嗆辣跟獨立的人設跟風格 確實呢 應該可以穩住民眾黨內 或者說年輕選票的支持 但是要對於拓出到長輩的話 確實比較困難 那再一個就是他如果是 穩定是這個人設 那就是要一路的穩定下去 不能夠之後再改 不過除了我們前面講 對民進黨的攻擊 以及對媒體的態度 要更加的溫柔一點 這些是可以努力跟改善的 再來第三 就是美國籍的這件事情 我一直認為 很可能就是民進黨 刻意放出來 然後要讓藍綠之間去夾殺 對吧 然後從而放棄了棄保的可能 所以像趙大哥一開始就講 就講說 這個我們不相信 無信會有問題 那他可以再積極的證明 所以搞不好他就統計 到12月5號之前 到底有誰罵他是美國籍的 然後到時候12月5號 一旦公佈了 他就把這些人全部都公開出來 那裡面可能藍的綠的都有 或者點一點 發現藍的比較多 那就重計跟上當 不過回過頭來就是 當柯文哲主席這個講 藍要炮打藍綠的時候 這我真的不認為 這是一個很OK的策略 那當然可能也無從判斷 那到底好或者是壞 因為各自的一個選擇 因為柯文哲的主要的兩大支持者 一個當然是年輕族群 或所謂的中間選民 再一個就是傳統的深藍 深藍為什麼過去會支持柯文哲 因為當時覺得 柯文哲打綠比較有戰鬥力 就在當時幾個月之前 覺得柯文哲打綠比較有戰鬥力 但因為趙少康成為副總統 所以這一些深藍幹嘛 那當然就回歸了 而且韓國瑜趙少康打擊民進黨 那顯然的力道是更強的 所以柯文哲接下來應該要怎麼做呢 那當然就應該要繼續打綠啊 你要打得比趙少康 打得比韓國瑜更強 或者打出一些新鮮的花樣 那才有辦法讓這些 曾經支持你的人加入嘛 因為你要讓本來就不支持 你的人加入很困難 但你讓曾經支持你的人回流 相對比較容易 所以理想上他應該要繼續打綠 那怎麼樣來說 對在野的盤都是好的 但是他選擇另外一個 他可能認為說 深藍的既然歸對了 就已經拿不到了 就像綠的歸對已經拿不到 所以只能想辦法 就是把所謂的中間給做大 所以才要繼續講 藍綠一樣爛的這個話 可是呢 要把中間做大 在我看來相對比較困難 為什麼呢 因為中間就做不大 對吧 就他為什麼叫中間 就是因為他已經20年以上 他都不歸藍跟不歸綠的 因為能歸的早就已經歸對了 所以要把中間或年輕的選民給做大 我認為這個難度相較之下是比較困難 好那可能民眾黨認為不困難 所以他們才做一個選擇 但是我認為柯文哲如果要兜打的話 好歹應該要具體的打 或者是要委婉的對國民黨 比如他講說 哎呀國民黨立委批評力道很弱 他應該要講說 除了幾個立委之外 攻擊力很弱 對吧 至少大家覺得 欸王宏偉委員就很強啊 對吧 那政令委員就很強啊 他至少可以講說 除了幾個之外 這個還有的話說 第二個呢 他如果要講說民進黨吃肉 國民黨吃骨頭 有這種事嗎 就哪一個吃到骨頭 就是直接點名獎啊 否則的話我們只看到賴品於賴百億 國民黨的誰拿到了光電的弊案 就講一下誰拿到了光電的案子 誰對吧 如果真的有哪一個國民黨的 什麼貪污 舞弊 然後接受性招待 就講出來 大家還比較可以接受 但如果都沒有都只是很泛泛的講 藍的綠的都很可惡 那當然這跟他自己 其他的策略是矛盾的 因為一方面說要和平 然後呢 許甫也說未來呢 立法院長要支持韓國瑜 但另一方面又講說藍綠一樣爛 這個本質上是矛盾的 也會讓部分的這個藍的選民啊 很難接受 反而有可能會讓他 這個年輕的跟深藍的 深藍的這一塊就會流失的更多 所以實際上呢 對於民眾黨員說 我會認為 目前要繼續的打藍 可能不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請問他左教授 就是 當然蔡振元他也提供了另外一個想法 他認為這所謂的 為什麼要等到12月5號 是不是吳欣營其實也故意放任媒體 進行炒作 然後在12月5號 來進反殺 而且通殺 更重要的是 要讓氣白保瀾的機率喪失 真的是這樣子嗎 首先我想 因為像不只是蔡振元 另外有一個媒體人 也公布了這個吳欣營這個放棄的聲明 在2014年 那當然他用的名字不是吳欣營 他是用這個CPR5 CPR5 對 但是那個其實是 作為一個證據說他已經放棄了 那也有一些 綠營的這個名嘴 就是說這個因為當時美國在查這個海外的避稅 海外逃漏稅 所以很多人 當時在美國很多的有錢人 就放棄了他們在美國的公民 不管如何 反正這個國籍這個問題看起來 應該不會是一個真的大的問題 就應該現在 從現在的證據來看 那當然因為12月5號是中選會會公佈這件事情 所以他為什麼等到12月5號 那我也蠻同意剛才這個淑慧跟漢廷所講的 就是說其實藍白在未來這段時間 真的是對於一些不必要的肢節問題 真的不需要再去吵 因為一方面大家都已經 都應該已經翻頁了 藍白和這個問題已經都處理過 第二如果真的要在立委這個層次 還希望合作 那最起碼能夠做到就是不要互相攻擊 而柯文哲自己也說 這句話還是他自己講的 他說不要相互攻擊 那我覺得真的是希望大家 在選舉的人 輔選的人都能夠身體力行 我覺得因為 其實民眾希望看到的是 台灣有一個不一樣 未來有一個不一樣的政治面貌 如果明年新當選的總統 能夠真的在行政院組成一個聯合內閣 然後通過政黨間的合作 去創造一個 多數民眾所能夠共同接受 而且信任的一個新政府 我相信台灣的政治面貌 會很不一樣 那能不能夠做到這一點 就從現在開始 所以你現在就要去培養 跟醞釀那樣子的默契 當然不是要說 一定要說對方的好話 但最起碼你可以 你可以就是說 把你的攻擊的火力也好 或者把你討論的重點也好 能夠著重在所謂真正民眾最關心的一些 比如像未來國家該怎麼治理 比如像說 現在國家所遭遇的問題 未來要怎麼去解決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有實意的東西 你不要說你罵國民黨 好 那但是問題現在 中央執政是國民黨嗎 不是嗎 所以說你現在處理的問題應該是說 中央執政的這個問題 未來要怎麼去解決它 在立法院這個層次 在行政院這個層次 我覺得這個才是比較有意義的事情 至於國籍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也討論 蕭美琴的國籍問題 所以當然大家會有一些 會很有興趣 當然也有很多是需要事實的鋪陳 但是我認為在吳欣營這個部分 我覺得現在看到的證據 應該不會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教授剛剛我們那個觀眾朋友 我們在發問的葛萊怡說 藍白不要操作 凍結台獨綱領的這件事情 好 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 因為今天早上是太報 去對葛萊怡做了一個訪問 那在葛萊怡那個訪問裡頭 其實你注意到它的原句是什麼 這個其實可以給大家 稍微找一下念一下 因為我認為這個要尊重當事人 我們應該是要把它這個原句話 原句把它拿出來講 那它的原句是怎麼講的呢 它的原句是說 根據這個太報的報導 葛萊怡表示過去幾個月來 無論是民眾黨 民進黨或國民黨 都試圖利用他的觀點來得利 這讓他感到不安 他是一名獨立學者 他不想幫助任何特定的候選人獲勝 所以說葛萊怡其實過去一段時間 很多人認為他跟綠營是比較親近的 這當然很多人都有這個印象 他講的話 當然大家有這個印象 那是不是這樣 我想葛萊怡他自己知道 可是我今天就現在他講的這件事情 他受訪的時候 他說無論是民眾黨民進黨或是國民黨 他先講了民眾黨 第二講的是民進黨 第三講的是國民黨 並不是所謂的藍白這個問題 那所謂的要求賴清德 廢除台獨黨綱這件事情 他事實上是在他的文章 他提出了 他們這三位作者提出了這麼一個建議 他覺得他的這個主旨要講的就是說 未來兩岸要能夠重回和平穩定 台灣不只是需要能夠有效的嚇阻 還能夠有效的這個 要在軍事上有充足的準備 能夠對於對岸任何的武力的進攻 能夠給予這個能夠有效的威脅 不只是這樣 而且同時也要對於對岸要有一個有效的保證 也就是說目前的這個現狀不會被打破 所以他說為了要做到所謂有效的保證 那麼民進黨應該要考慮未來要凍結台獨黨綱 我想這是葛萊伊他這個文章的原始的這個用語 他是這樣子去這樣子去講的 那因此我覺得在 我覺得民進黨如果說 要說葛萊伊就是說 這個藍白的政治人物去曲解了他的話 用這個他的話來要求民進黨去凍結台獨黨綱 我認為這樣子的說法 也是葛萊伊在他後來澄清裡頭 說反對的一個說法 對 感謝我們主教授特別拿出了原句來回應 也希望我們觀眾朋友可以更充分的了解 漢婷你要補充 對 我補充一下 就是說這個所謂葛萊伊澄清的部分 他是特別強調說他沒有幫助任何的特定候選人 所以希望不要把他跟特定候選人連結在一起 因為他也說侯友宜當選也要建立賀主力 那這個賴清德也要建立賀主力 所以他所謂的澄清並不是說 哎呀 這個所謂這個友人的斷章取義 他只是講說我沒有幫助特定候選人 他是澄清這個 但是呢反而是 所謂要幫他澄清的這一篇的報導 才是真正的斷章取義 才有可能違反他的本意 為什麼呢 因為自由時報最新報導 標題叫做 葛萊伊赤藍營斷章取義 任賴清德延續小英立場建立威懾 他沒有這麼說 好嗎 葛萊伊沒有這麼說 葛萊伊所謂澄清的是說 不要把我跟特定政治人物做背書 我沒有特定挺誰 但是呢 自由時報的報導 反而在斷章取義說 葛萊伊挺賴清德 自由時報才在斷章取義 好嗎 而且呢 葛萊伊也沒有斥藍營斷章取義 葛萊伊其實強調很清楚 就是不要把我跟特定候選人做連結 不論是哪一個政黨 我都沒有要挺誰 可是呢你自由時報 反而的標題 是在講說他罵藍 然後他挺綠 所以自由時報 才是真正在扭曲葛萊伊的原話 好 那我們感謝我們漢體也幫我們再補充 但是我想要另外問一下我們的淑慧議員 我看到的是已經準備進入退休生活的蔡英文 提前在開香檳了嗎 實在台南的這兩場不同的 一下是幫林一錦助選 一下是幫著王定宇來助選 哇他講話講得多快樂啊 這快樂的出行去 他說呢這強而有力的過半數的國會來當後盾 對執政黨很重要啊 所以呢他也特別提到需要林一錦 持續在國會爭取預算 最後以下這個個人 要選演員是我做的事情 向大家拜託 希望可以在明年五月讓我快樂畢業 也不只如此到了王定宇的場子呢 他更料出了最近好習慣 這民進黨現在最近一出手就是貓貓狗狗 他說呢台南戰貓戰狗挺台灣的活動啊 跟現場的民眾大聊貓狗精 提到了副總統賴清德呢 是大家的老市長也是狗派 而駐美前代表蕭美琴則是貓派 所以這次呢無論是貓派狗派 在這一次大選都要贏得勝利啊 跟民眾共同為毛小孩 來系上這個象徵勝利的領金 我只能說要確定呢 你到底是在湊王定宇是阿貓阿狗 還是你在湊台南的選民是阿貓阿狗 還是你只是單純想要說賴清德是狗派呢 我覺得啊 蔡英文並不是現在才要準備代退休 他應該2000年 他應該2000年連任以後就開始準備借退了吧 準備退休 要不然他不會這4年來幾乎不接受媒體的訪問 那除了一些花絮新聞他會跑出來以外 其他的其實我們看不太到總統的身影 這才是這幾年最大的問題 其實2000年蔡英文拿到817選票 那確實是一個破紀錄的這個支持度 當時那麼那麼多年輕人支持民進黨 支持蔡英文 理由是什麼 理由就是他們相信蔡英文給他們的那一些夢 大家要知道當年 2000年的時候蔡英文拿到817萬票 可是民進黨的政黨票 其實沒有拿那麼多 只有拿到我忘記是400多萬還是500多萬 所以年輕人他不相信民進黨 但是他相信蔡英文 他相信你蔡英文這一個人 但結果你這一個人 給了200萬年輕人什麼樣的這個未來 什麼樣的4年 陳水扁當年有一句名言叫做 有夢最美希望相隨 到最後變成有夢最美失望相隨 這是當年陳水扁8年之後 給很多人很多支持過阿扁的人的感受 果然你開的夢都是最美的 但是到最後都讓人民失望相隨 蔡英文也是這樣子啊 2000年他也是開了一堆美夢給年輕人 然後塑造成自己是小英 60幾歲的小英跟網紅在一起 然後搞得自己好像很活潑很怎麼樣 然後讓年輕人把他當作女神一樣的 這樣子的去追捧 結果4年之後 該騎摩托車上班還是騎摩托車上班 買不起房子還是買不起房子 年輕人的生活沒有改變 甚至連打疫苗都被安排在最後面的梯次 打BNT都需要民間去捐贈 需要這個台積電需要持劑 然後年輕人才有BNT可以打 所以你蔡英文到底為年輕人做了什麼 你一直說你8年要有20萬戶設宅給年輕人 但是我告訴大家 現在已經是12月3號了 12月3號了 距離蔡英文畢業只剩下6個月了 到現在7年半的時間裡面 蔡英文有沒有去剪載過他蓋的任何一戶設宅 他現在不用給我一堆成績喔 他把地方的都算成他的 他把台北的設都算成他的 你不要去掰一堆數據 我們找得到找不到任何一則新聞 任何一個年輕人 你住過蔡英文幫你蓋的設宅 蔡英文曾經去開箱過他任內 屬於內政部去蓋出來的設宅 一戶都沒有 不要說沒有20萬戶也有2萬戶啦 沒有一戶都沒有 所以我半年前我就在開玩笑說 現在在蔡英文面對一個窘境 萬一在他卸任前真的蓋出第一棟 他到底要去剪載還是不要剪載 去剪載人家就發現這是你的第一棟啊 不去剪載又很可惜 我8年終於蓋出一棟了 所以我現在也不知道說陳建仁到底要不要讓蔡英文 在卸任之前有第一棟的設宅 這是他當年答應年輕人的 第二個他當年答應年輕人要終結低薪 有嗎 有嗎 每年調個一二十塊的基本工資 每年這樣調一二十塊一二十塊 但是每年增加的電價 物價 都超過這個基本公司啊 所以年輕人是越來越苦 照理說好我可以縮小貧富差距 日子過得苦一點 但是我看到貧富差距正在縮腳 我看到希望在那裡 但是沒有 日子過得很苦 結果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我每天很辛苦很認真的上下班 但是我看不到未來 我也看不到說 我可以稍微往前追一點點的可能 這個才是讓年輕人在這幾年 票源全部流失 為什麼會流到民眾黨 民眾黨沒有提出說解決年輕人問題的政策 他沒有 但是他講出了年輕人的民怨 講出年輕人這幾年的苦 所以賴清德 你了解年輕人嗎 賴清德你知道你們這八年 到底是做了政績還是照了孽呢 你現在面對年輕人的質問 結果你不是謙虛的說 不好意思我們可能還是有一些敗類 但是我們整個政黨是好的 你可以這樣說 沒有他叫年輕人你給我舉例 你給我舉例 哪一件哪一件 你為什麼會這樣想 我覺得你很奇怪 然後接下來民進黨所有人 就在圍攻那一個女生 說那個女生看著手機在問問題 代表被人家指示 代表有認知作戰 結果後來 這個柯文哲到高雄去演講的時候 也被一個學生嗆聲 嗆聲他的兩岸抹紅他 我就特別去注意到 那個年輕人也是看著手機在問 OK 我們現在很流行看著手機在問問題 看著手機在演講 你們明講那些老口口就不要說 這個代表有人在受益給我們 有人在傳稿子給我們 但是我想說的是 對賴清德最可憐的是什麼 四年前 英德沛已經讓他覺得很悶了 因為他沒有挑戰成功 四年後好不容易他是總統候選人 但又變成美德沛 所以賴清德現在想說 我到底什麼時候可以當真正的當家做主 不光只是阿貓阿狗或是貓貓狗狗的這一塊 最後一點時間請漢婷議員幫我們來做個解析 就是民進黨如果我們 為什麼剛才講說白或藍真的不要相互的攻擊 因為如果今天讓民進黨的政黨票極大化的話 這一些不分區的委員就有可能進到立法院 像是這個大家知道的萬老師 他還特別談及說 當初民進黨跟他接洽的時候 他還以為是詐騙電話 這個是由民進黨部分區的立委提名人 認證的台灣的詐騙之島 還有我們剛剛提到 雖然掛14名 但算一算其實是排名在第16席次的王毅川 現在已經成為整個民進黨在搶救王毅川大兵 他是誰呢 就是說高鐵沒靠背的那位王毅川 可是呢重點是居然夏賴清德傳還可以喊出來說 引述王的話王毅川在哪 安全名單就在哪 不管是想要快樂畢業的蔡英文也好 或者是想要政黨票一路吃到第16名的民進黨也好 希望媒體朋友或者是現場造勢的朋友可以直接請問 為什麼性招待然後匯選貪污舞弊你還可以挺的下去 你們這些人自取的公平正義或者善良進步的價值到底何在 那為什麼找小三上摩鐵開酒店你可以挺的下去 這些人都回答不出來 就是跟著黨走 因為黨在哪裡他就在哪裡 黨在哪裡好處在哪裡好處在哪裡 他人就在哪裡 不就是爭民逐利的一群人嗎 有什麼正義可言呢 那謊稱大陸高鐵煤靠背成為全中國14億人的笑柄 這種人還要來當上我們的立法委員 對吧 那未來不就長期的四年繼續給14億人口笑嗎 雖然過去給14億人笑的東西已經很多了 民進黨幾乎每一個人都能夠有一些奇葩的東西 足夠讓大陸笑 包含是這個天空飛彈 或什麼長江三峽又要崩潰等等 那但是民進黨之所以會有這麼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包含賴清德自己最近所提出來的政策 也是奇奇怪怪 賴清德說每年要投入1500億 5年創造2萬個新創就業機會 幫大家算一下 1500億乘5年再除2萬 平均要花3750萬 創造1個就業機會 這是什麼垃圾智障腦殘的政策 你直接給我3000萬好不好 零頭都不用 我直接幫你完成2萬分之1的政績 有沒有我們觀看的朋友 也願意直接拿到3000萬 幫助民進黨完成政績的幫忙留言加1 好不好 然而這個乍看荒唐荒謬的政策 其實已經實現了 在哪裡 就是術發部 因為598人的術發部 編列了218億元的預算 平均每個人編列的預算 就是3650萬元 所以投資新創真正要達到的目標 應該是你的科技研發數 或者是科技獲獎數 或者是專利數 或者是你的封投投資的報酬率 而不是算什麼可笑的就業人數 所以腦殘的政府還有人挺 這才是真正的可笑 別忘了週末大報告 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明天繼續見 拜拜 來自訪收入寸 太陽星全校可菲爾一身菌 是國家認證 A B 可菲爾一身菌 含7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搏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可菲爾一身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可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科菲尔医生菌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科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科菲尔医生菌